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閃馬田賽馬集作 今天是2023年2月19日星期日 拍片時間大約是黃昏的6時半 剛剛跑完了10場的沙田日賽前賽馬結果時間 跟大家分享一些即時的賽後話題 今次也說了幾件事 昨晚將王贏了在卡塔爾遊獎錦標 馬迷也有回響 今天還有一些余波可以分享 包括偉達、沈拿、香港罵迷等等 第二件事說到今天是其中一個主角就是魯苗 因為苗麗德很久沒有贏馬 今天也贏了一隻香港精神 魯苗就自然成為這個焦點 他也有些話說 第三件事就到了第九場 旺旺神區最後大落飛到大熱門起步 結果一起步就死了 也會跟大家分析這幾件事 開始前也是簡單提一提大家 希望你們訂閱小弟的頻道按鈴鐺 如果許可的話 也希望你們可以加入小弟的會員頻道 不論年費、月費或者右上角打上QR Code等等都歡迎 另外馬來西亞或者新加坡會員 都可以WhatsApp小弟的WhatsApp電話查詢 因為為了這個大馬 新加坡會員特別開了當地的戶口 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因為純粹如果靠Youtube的廣告收入 第一收入不穩定 第二也比較難以維持 所以小弟才力谷會員制 希望大家都見諒 昨晚帳王贏馬 大家都很開心 回來 偉達終於趕到飛機回香港 他說這個帳王會直飛杜拜 會下個月25日跑杜拜世界杯 現在還有兩場賽事他選擇 原來就是杜拜草地大賽千八 以及司馬經典賽二千四 原來不是只是跑二千四那場 千八他也有機會去想 可能會跑的 我覺得這也有他的道理在 因為帳王在香港就可以到二千四 或者這場油獎錦標水準不算很高 但是說回這隻馬當初在英國 他也是跑到二千的 以及就算這次油獎錦標 大家也看到他末段已經流於均速了 他二千四只是萬度 不是真正好度 為什麼他在香港贏到二千四呢? 香港沒有長途馬 所以偉達留有一手 考慮到時候會跑一千八 也是有他的道理 是有一個原因在這裡 不是無的放置 亂選擇 但是當然了 正章繼續跑二千四 我想也要看看當時馬匹的狀態 以及對手而定 而騎斯也事先張揚 會繼續用瀋拿 他也是為瀋拿感到無比驕傲 當然了 幫他爺馬當然是驕傲 至於講到當地的帳王爺馬 當地有什麼網上直播 大家也看到 現在我也在弄著重播畫面 因為香港沒有直播這場馬 有一個有罪的現象出來了 官方的直播只有這個 其實也有很多香港的馬迷 其實也有其他的直播 但是當然了 官方只有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有小小角落 很多中文在這裡 基本上整個直播 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被香港的馬迷攻陷了 OK 全部都是香港人 當地是否沒有馬迷 或者馬迷的數目不太多 反過來 如果他們看到 就說 做什麼鬼 全部都是中文的 全部都不懂得看 好像騎劫了別人的直播 這個也可以說是有趣的現象 但是也反過來 可以反映 今次來講 香港賽馬會 對待這兩匹馬 即是多巴先生和帳王 今次遠征卡塔爾 是有所不足 雖然今早 賽事直擊 應該是關懷的直播 第一場之前 他們也有一個重播 帳王如何贏 但是 以現在這個時代的資訊發達來講 真的不足夠 有香港的馬遠征 其實無論如何 馬會都應該要想辦法直播 或者就算不直播 你一個小時 或者兩個小時之內的延播 我想也有什麼需要 因為香港人是真的 你香港的馬迷 是會關注香港的馬匹 在外地的表現 好像今次帳王贏了 但是馬會就沒有辦法直接 在自己的渠道祝賀這個審拿 要隔了一整晚 才可以看直播 其實很多人在網上已經看了 落後了 我想馬會也很需要檢討一下 就算 越陽轉播賽事 你說賽期已經定了 或者有它的困難 你馬會買些時間來播放也可以 馬會一定有錢 很簡單的一件事 你要做 其實要做也不太難 以我們在技術上 是可以做到的 第二件事就說回苗禮德 苗禮德今天就贏了一隻香港精神 其實這兩三次他都大舉出擊 其實根本上 他都很有誠意 可以這樣說 但是奈何 去到今天爆了一隻濫滿的香港精神才可以 熱熱的金得義 也是只有一個屁 金得義 最後苗禮德接受訪問也說 坦然今季過得實在不容易 如今就憑香港精神破門局相當高興 他蓋炭近三年就受到疫情的困擾 以及外圍環境的影響 所以缺少新血加盟 加上今季多了兩個新馬房 他們都有些馬匹入口證 以及不少的馬主 都會嘗試新馬房競爭更加激烈 而他馬房裡面 大部分的馬匹都是年紀大 六歲至八歲的舊部是很多 要贏一場也很不容易 現在他就覺得樂觀 因為現在很多馬都減分 去到下調到有些空間 相信在讓榜制度之下 可以幫他爭取頭馬 苗禮德特別感激一些中心馬主的支持 在艱難的時間都沒有離棄他 繼續送上他的支持 如今成功破門局 希望頭馬可以陸續有來 大家聽起來 沒辦法 一些若細人說這些話 大家覺得一定是藉口 吐苦水 然後是落井下石 就看看他的手馬 原來苗禮德 我以為他有四十幾隻 原來都拉走了 三十幾隻 他是今天多了一隻新血 南非大馬主的坎天鐵翼 但這隻真的不是好貨 可以告訴大家 他是不是特別多六至八歲馬呢 看起來也是 因為有很多馬都熟口熟臉 唯一就是白露高超 早前用多了 那就搞得要休息了 馬房兵力有限 其實他也要就著來用 完全沒有質身馬 是不是 也不是 有那些叫什麼 紅當當 小翅膽 可以幫他贏一下馬 我想接下來 那些拍馬難追 就難搞些 灌補區真的要減一下分 超班那些是好水的馬 還有零封 那些不足二十分的馬 也有 真的沒辦法 這個叫苗禮德 手上的兵馬 真的只有這麼多 現在這樣的環境 弱者愈弱 一定是 每年 其實不要說每年 其實這麼長時間 有些新列馬斯的加入 自然是有些舊的列馬斯 跌入去榜下游的位置 只不過近年間 好像不知為何 特別多外籍的列馬斯 會跌入下游 以前是華籍列馬斯多 那些 霍利時就直接不做下游 自己走路 但是因為霍利時走路 的時候 苗禮德又沒有什麼得益 那一刻慘 他手上 最理想的就是 苗禮德 和霍利時的馬 去他 變成孖倉 現在不是 他只剩下三十幾隻 今季來說 除非苗禮德 有些新血加盟 否則 他畢業不是那麼容易 他現在這麼艱難 才贏了香港精神 你數下 有什麼馬力贏 真是那些小刺蛋 看看金得二 可不可以 還有那隻 水戰龜 其實也年紀大 所以看看是怎樣 真的不容易 看到苗禮德這隻手馬 有些不開胃的感覺 希望他可以振作 大部分下游 蓮馬斯都是這麼說的 只不過是鄭俊偉 何良這些 他要慎也慎夠 現在就到苗禮德慎了 接著也要說說 有關第九場 第九場也有一個 比較短目的事件 就是那隻旺旺神區 回來耿頸四 出閘大萬集 這個賽後報告 當然還未出 現在七點鐘還未夠 剛剛跑完 也可以和略略大家看看 巡邏影片 到底是什麼問題 第十一檔 一出閘就起了琴 再看 到底是什麼事 我們逐一看 這隻馬是起了琴 會不會有其他人 影響他 照舊 一定會說是否騎士 拉著馬 很多人會這樣說 又或者工作人員 頂住他 不讓他出 是這樣嗎 這裡這樣看 工作人員 剛才的確是怎麼說 是有一點點沒有放手 但是這些沒有放手 大家不要以為是拉著馬 其實相反而是在幫著馬 這隻馬 自己起琴 這裡再看看 一起琴就開閘 通常來說 應該這樣算 那些獅集員叫起步 他沒辦法會看完全部的馬 通常都會看著熱門幾隻 正常來說 一定會看著旺旺神區 因為他集前就像熱門 看著連少有威 之後就要看著這隻旺旺神區 多數都會看著這兩隻馬 照計就很難說會出閘 再看 我看這樣 這個馬是自己起琴 如果就算人手的力 跟一隻馬千多磅的力 哪有得比 人是沒辦法可以拉著馬 不讓他出閘 一出閘 馬就衝出去 就算跳一跳 他還是出閘慢一點 不會慢那麼多 今天來說 可能旺旺神區出閘那一刻 隻馬是有一點點心碎 情緒一點點的問題 突然間 可能隻馬很心急想出閘 又或者隻馬突然間 就有驚慌失措 在出閘的時候 想跳過閘 很多原因 令他這樣大慢閘 潘明輝也叫做給足機會 這隻馬 事後孔明說 他可以在裡面擠 但也無謂 在裡面擠 你就照舊扔出去 看一隻馬有多少 追回多少 一會兒 如果在裡面擠 他又再次瘦了 那就更加顏怨 你現在看裡面當然有路 在那隻試跑得 旁邊有位 但這不是寫包單 所以這場馬 沒什麼所謂 到底是誰責任 可能是馬責任 所謂跑馬 不能夠孤朱一閘 我又不想這樣說 但說 這些就是賽馬的一部分 而旺旺神區也是升班 再反過來 升班 第一次跑第三班 有這樣的表現 其實下次贏的機會也很大 但當然下次可能不足兩倍 到時再衡量 而這次可以說 我認為人方面的影響 我初步這樣看 不是工作人員抓著他 或者潘明輝出閘 有什麼問題 是純粹自己起琴 如果我認為真的有問題 就是司集員 是不是應該看清楚 就是說 旺旺神區起琴那一刻 他是不是反應不及 已經按了按鈕 才能看到旺旺神區起琴呢 因為他是一隻熱門的馬 司集員是應該看著的 我想如果真的有問題 最多是司集員的問題 最後也希望大家可以按LIKE 按LIKE 按LIKE 分享小弟的影片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